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正好去外地去念书 缺一把这个合适他拉的小提琴 我父亲买那把呢 是正好小提琴分公母的 我父亲买那把是母的 就是小提琴就是说分公母 是有男士琴跟女士琴 我父亲买那把是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其实这种就是一点点的差别 就我们专业的人才有这种讲法 说小提琴有公的男士琴女士琴 有这种讲法的 然后他希望我父亲把那把琴给他妹妹拉 那作为就是 那你们不是买不起小提琴吗 对不对 就现在已经有了孩子了 就是生活的比较接据了 那我帮你弄一把就是小的琴 让你建琴来了 你把你年轻的时候买那把琴给我妹妹拉 所以这样我有了 是一种交换的缘分 是一种缘分 因为那个老师叫我拉琴 他也没有收学费 真的啊 对 他是纯属喜欢我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刚开始交集上课 他说就是对 后来是纯属喜欢我 是是是 所以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 以老师的角度叫不走正轨的路线里头 所以你看这样这样学出来 然后虽然说是没有收学费 可是你知道过年过节该进的校还是要 对对 就是而且他是一个就是我爸爸的朋友 比我爸爸甚至比我爸爸还年轻 对 就爱教育电台